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天宣布修改入境防疫条例,宣布从加东时间4月25日凌晨1时开始,11岁以下儿童在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、监护人或导师的陪同下,将不再需要完成入境前的病毒测试,也可以进入加拿大。 不过,12岁以上人是来加拿大,无论是已经部分接种或者是未接种新冠疫苗,仍需要接受入境前测试。 此外,联邦政府也宣布,因防止新冠疫苗传播禁止公众参观超过两年的加拿大众议院,下周将解除禁令。 众议院议事厅公众席将于下周一重新开放,民众可以再度到场,来旁听国会议员的辩论。 众议院导览将从下个月起也重新开放,这是从2020年3月关闭该项目服务以来的首度重新开放。 但是目前赴国会区的访客发现,许多部分仍然是关闭,包括正在翻修的国会大厦中座。 中座大楼金春将以装饰性防水布来遮盖,以遮挡施工现场并且保护工人不受风雨的侵袭。 防水布显示的和平塔时钟时间将定格在上午11时45分,这是1927年和平塔落成典礼的准确开始时间。 根据负责管理众议院的跨党派内部经济委员会规定,参观众议院的民众仍然需要佩戴口罩,并且需要完全接种新冠疫苗。 参议院议长弗雷比此前曾向同僚发出电邮称,从2022年4月25日的一周起,参议院将重新对民众开放,导览渴望于5月16日一周恢复。 不过参议院发言人瑞安周四则表示,参议院目前还不宜对民众来开放,此事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。 一旦有任何形式的决定,会经由适当渠道在适当时机对外来宣布。 2020年3月13日,加拿大联邦经济委员会决定向访客关闭众议院,并取消公众参观,以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扩散。 委员会也取消了所有在众议院举行的国会活动。 经过两周休会后,国会议员们下周将访回渥太华,他们此前已经通过投票,继续采用混合意识的方式。 也就是,有些国会议员会亲自出席,有些则是用视讯的方式来议识,国会议员目前在已经装修完毕的西座办公。 加拿大联邦政府今天宣布修改入境防疫条例,宣布从当案时间4月25日凌晨1点开始, 11岁以下的儿童在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、监护人或者导师的陪同下, 将不再需要完成入境前的病毒测试,也都可以进入加拿大。 不过,12岁以上的人士前来加拿大,无论是否部分接种或者未接种疫苗,仍然需要接受入境前的测试。 此外,联邦政府也宣布,因防止新冠病毒疫情传播而禁止公众参观超过两年的加拿大众议院, 下周将会解除禁令,众议院议事厅公众值将会在下星期一重新开放, 民众可以再度到场旁定国会议员的辩论,众议院导览从下个月起也重新开放, 这个是从2020年3月关闭该项服务以来首次的重度开放。 但目前赴国会区的房客发现,很多部分仍然关闭,包括正在翻新的国会大楼的中座。 中座大楼今春将会以装饰性的防水布料遮盖, 以遮党司工现场并保护工人不受风雨的侵袭。 防水布显示和和平塔的时钟时间将会定格在上午的11时45分, 这个是1927年和平塔落成典礼的准确开始时间。 根据负责项目众议院的跨党派内部经济委员会的规定, 参观众议院的民众仍然需要佩戴口罩,并需要完全接种新冠疫苗。 参议院议长傅雷此前曾向同僚发出电邮渦, 从2022年4月25日的一周起,参议院重新对民众开放, 盗栏可望于5月16日的一周恢复。 不过,参议院发言人瑞安周氏表示,参议院目前仍不适宜对民众开放, 此时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,一旦有任何的正式决定, 会经由适当的渠道在适当的时机对外公布。 2020年3月13日, 加拿大联邦经济委员会决定去访客关闭众议院, 并取消公众参观,以预防新冠肺炎的病毒确盛。 委员会也取消了所有在众议院举行的国会活动, 经过两周的一会之后,国会议员下五张返回阿泰话, 他们此前已经投票通过继续采取混合的议事方式, 也就是说有些国会议员亲自出席, 有些则用视讯的方式议事, 国会议员目前在已经装修完毕的西座办公。